下面咱们接着来看第五段 咱们看屏幕 第五段说 alcohol may be a medical disinfectant but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to sterilize water 它说这个alcohol可以放成酒精或者乙醇这个东西 酒精可以当作一种医学上的杀菌剂来用 但是不应该依赖于这个东西来给水来消毒 这是不行的 这个前面这个豆豪之后这个but是并列廉词引导并列去 它的主语还是酒精乙醇alcohol 代入词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那么不应该被依赖 它来自于rely on或者是rely upon 因为upon更正式 被依赖be relied upon 目的状态是to sterilize water 给水来消毒 这个一号酒精来消毒不靠谱 sterilize是给某东西来消毒 这里面我们看一看这个前面据手的这个词 酒精alcohol 术语呢有的时候也叫乙醇 这个alcohol注意表示酒精这个含义 这个含义是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 the colorless liquid that is found in drinks such as beer, wine, etc. 这种没有颜色的液体它存在于饮料之中 比如诸如像啤酒啊像什么葡萄酒啊这种饮料之中 be found in不一定是在什么什么中被发现 它可以发现存在相当于exist 我们在三册第一课就讲过 pumas are large cat-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 美洲是大型的像猫用的动物存在于美洲 这并不是在那被发现的 存在于像什么啤酒啊或者白酒里面这种母色的这种液体 and it's used in medicines, cleaning products, etc. 比如经常被用在药品里面或者是这个清洁的清洁剂啊这种产品里面 这个是酒精消毒用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更专业的把它称为叫ethanol ethanol这个词在生死中有咱们就类似于乙醇了 咱们酒精乙醇是一回事 所以两个称为都行 你把这个alcohol翻译成乙醇问题也不大 都可以这两词是同一词酒精或者乙醇 我们看一些例词 注意不可说明词 wine usually contains about 10% alcohol wine一般是葡萄酒 这葡萄酒的通常还有大概10%的这种酒精 酒精度大概是10%左右 这个再并说 levels of alcohol in the blood 在血液里边的酒精度 酒精的程度 酒精不可数 但level程度可数 再比如说 choose an alcohol free skin toner if you have dry skin 如果皮肤很干燥 怎么办呢 我们选择那些不含酒精的爽肤水 可让皮肤湿润起来 如果你有干燥的皮肤怎么办呢 the skin toner叫爽肤水 这个alcohol free就不含酒精的 free是没有什么什么不想要的东西 这是注意 我们看到这个alcohol是酒精的意思 但是第二个含义表示酒 表示含酒精的饮料 或者直接翻译酒 这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液体 一般来说也是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drinks containing this 就包含了刚才那个酒精乙醇的这种饮料 就是我们一般翻译成酒了就好了 就是不包括像那些什么 是什么可口可乐呀 不含酒精的 它不能叫alcohol 这时候叫酒 也是常见词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prohibit the sale of alcohol 禁止卖酒 禁止酒的销售 I never touch alcohol 我从来不喝酒 就从来不碰这个东西 就从来不喝酒 注意不可数名词 for many young people drinking alcohol is a sign of growing up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喝酒是一个长大成人的这么一个标志 drink alcohol 注意酒 用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 这是我们看的alcohol两个含义 那么酒精是一个 可以当做医学上的杀菌剂 desinfectant生存有杀菌剂 但是不能够被依赖于用它来给水来消毒 这个sterilize也是常见的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本文中的这个消毒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terilize 生存有这个字 第一个意思就是 to make something completely clean by killing any bacteria in it 通过来杀死里面的细菌 来让它完全干净 就是消毒 给什么什么东西来消毒 咱们看一下例子 sterilize the bottles with boiling water 用废水给这个瓶子来消毒 我们说了 boiling water刚刚讲 就滚开的水 给瓶子消毒 烫似细菌 再比如说 sterilize milk 就是经过消毒之后的牛奶 我们说消毒 是这个消毒奶 消毒过了这个牛奶 过去分辞吗 被消毒过之后的这个牛奶 但是它有第二个意思 就是使绝育 它表示 if a person or animal is sterilized they have an operation to stop them producing babies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 我们说be sterilized 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通过一个手术 使他们无法再生孩子了 指人指动物都可以 比如说 my wife was sterilized after the birth of her first child 我的妻子 在生了第四个孩子之后 做了绝育手术 叫be sterilized 用这个大肥血型 这本文中呢 给水消毒 用的是第一个意思 这是可以的 好 后面第二句话 进一步说 他说 ethanol is more effective at a concentration of 50 to 70 percent below 20 percent is bactericidal action is negligible 但是乙醇这个东西啊 在大概50%到70% 这个浓度呢 它有效就可以能杀菌了 ethanol就是刚才的alcohol 一样两次同一词 这是避免了重复 还是酒精或者乙醇这东西 在下面分号 后面引出第二个病毒剧 分号后面就不一定 非得加联词了 分号可以当联词来用 在20度之下 20%的浓度之下 concentration注意 是浓度的意思 它的杀菌的效果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negligible就不值一提了 就可忽略了 不当回事了 这个bactericidal 生死者讲了杀菌的action 在这不发现行动 在发现效果或作用 尤其是化学物品的 所以另外一个东西的效果所作用 咱们一会儿会讲这个词 好 我们看看里边的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我们看刚才看过的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这个表示 它可以表示集中注意力 也表示浓缩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浓缩 也可以表示这个东西的浓度 文文中是表示浓度 这是可数名词 一个两个浓度 不同的浓度是可数的 我们在大声度下 concentr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the amount of a substance contained in the liquid 在液体中某个物质的含量 就液体中这个东西的浓度 就concentration 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llowable concentrations of pesticides in drinking water 在饮用水中可以允许的杀虫剂 农药的这个浓度 它不是一点杀虫剂都没有 但是浓度不能太高 这是可以允许的这个浓度 叫concentrations 再比如说 high concentrations of toxic elements were found in the polluted areas of the sea 我们说在这个大海里面的被污染的这个区域 发现了什么呢 高浓度的 有毒的这个元素 这个里面element在这翻译着元素了 这个tax就是有毒的 高浓度的有毒元素 这个concentration 就融化在液体里的某种物质的这个数量 就浓度 百分之说这个酒精 如果浓度是50%到70%这个有效 但是在20%以下呢 杀菌的作用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微不足道了 bacteria recital 杀菌的说过了 咱们看看这个action 再这是效果作用 所以bacteria recital action 叫杀菌作用 或杀菌效果 当着搭配可以记住 那么看我们这里面这个action 不要翻译行为 更不是颤抖 是什么意思呢 action here means the effect that a substance especially a chemical has on something the effect 后面是定义数据 就是一个事物 尤其是一种化学物质 对于另外一个东西的效果 或者作用 直接翻译作用 效果或影响 尤其是某种化学作用 对其他东西的作用 效果 尤其用在the action of something on something 前者对于后者它的作用 这个效果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action of alcohol on the liver 酒精对于肝脏的影响或者作用 常喝酒的人肝脏会出 the liver 是人的肝脏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或效果 再比如说 the action of certain chemicals on the brain 某些化学物质对于大脑的这种作用 或者效果 或者影响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注意这个action不要翻译行动 本文中说了 就是这时候这个酒精 这个乙醇 应该说 这个乙醇 它的杀菌的作用就是微不足道的 negligible 表示可以被忽略的微不足道的 我们知道它就来自于neglect这个动词 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egligible negligible 什么意思呢 of very little importance or size and not worth considering 非常有小的重要性 或非常非常小的尺寸 以至于不值得考虑 就微不足道 太小了 或者太不重要了 就类似于大家更熟悉的insignificant 微不足道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么一个叫negligible 同样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negligible amount 就是什么说 微量 可以微不足道的这量 就微量 没关系 有也没事 微不足道的 微量 the cost are negligible 这个开销要花的钱 微不足道 没关系 这是很小的开销 我们不把它当回事 这是negligible 本文中就表示 如果定义20% 这个乙醇 杀菌的效果 是微不足道的 就几乎没有什么用 就没有太大用了 那有人说 那用酒行不行 烈性酒 能不能去杀菌呢 烈性酒 杀菌效果也很有限 咱们看第三句话 他讲的道理 他说了 spirits labeled 95 proof contain only about 47% alcohol 酒精被标注度数为95度的烈性酒 被标注95度的烈性酒 仅仅包含大概47%的酒精 从含量并不是特别高 spirit是烈性酒 label的是过去分词短语当后制定语 就是被标注为95度的烈性酒 spirit在这不是精神 是烈性酒 另外proof表示酒的度数 尤其是白酒的度数 95这一看是美式的用法 在美国度数后面就不加百分比这个词了 而且美国的度数 它表示酒精度要除以二的 所以95%除除以二大概是47%左右 而在英国的度数后面要加percent 而英国的白酒的度数就是酒精含量 是一样的 所以95度的白酒再不可能这么高了 那在英国酒精度数就是95 那跟喝酒精一样这人就死了 所以美国跟英国的酒精度数标注数不一样 在这我们一看美式的酒精度数 47度也算烈性酒了 这里面有好多小的细节 首先我们看看烈性酒这个词 spirit在这是可数名词 usually plural 一般来说都用复述 都用复述 就是a strong alcoholic drink such as whiskey or brandy 就是一种非常强的 含酒精的这种饮料 比如像什么威士忌 像白兰地 这种烈性酒 就spirit 而且一般都用spirits 用复述 比如说I don't drink spirits 我不喝白酒 不喝烈性酒 就类似中国人说白酒了 烈性酒 whiskey brandy and rum are all spirits 威士忌 还有像我们的白兰地 还有些狼木酒 都属于烈性酒 这个spirit 还有后面我们看过后面这个label label呢 做名词是标签 做动词就贴上标签 或加上标注 这个多好几 动词名词翻译一样 再读一下这次 label label 什么意思 to attach a label onto something or write information on something 就是给某个东西贴一个标签 或者在这东西上面写上一些信息 就是给某个东西加标签 或者做标记 这动词叫label 不读用label 那名词动词都读label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 file was labeled top secret 这个文件被标注了这样一个标记 或贴上这样一个标签 是顶级机密 就是这个绝对不能公开 这个label做极物动词 是这个贴标签 或做标注 这个类型酒被标注为95度 注意这个proof 在这是酒的度数 是个术语 爱酒的同学对这个词得特别熟悉 尤其我们喝养酒的时候 这得注意 proof表示什么呢 a measurement of the strength of some types of alcoholic drink especially spirits 就是某些类型含酒精的饮料的 它的强度的 酒精度的一个测量 尤其是指烈性酒的度数 用proof 但是注意这个proof 英国跟美国 这标注是完全不一样 把这个看清了 差远了这个 比如我们先看 British English 在英式英语里面 比如说我们标注的是 70% proof vodga 注意后面有个percent 要标注percent 这等于什么呢 70度的福特加 它相当于 that contains 70% pure alcohol 里面包含了70%的纯酒精 这是相当劣性的酒了 对吧 但在美国要70%呢 这个就几乎不能称作白酒了 酒精度是比较低了 在America English 这个称为70 注意没有percent 直接用70 70 proof vodga 表示什么呢 that contains 35% pure alcohol 它包含的是35%的纯酒精 这个比啤酒要劣性一些 但并不算特别劣性酒 这个注意 英国要加percent 美国没有这个percent 英国的这个度数 就是酒精含量 美国要把这个数除以二 再加百分比 才是它的酒精含量 百分钟没有这个百分比 说95那一定是美式的 就说明大概呢 是47.5度的这个纯酒精 百分钟后面也证实这点了 这标注为95度的这种烈性酒 仅仅含有47%的这个酒精 但是注意 这是美国 在英国呢 95度的酒 那吓死人了 跟喝酒精差不多了 这人就死了 后面要注意 这是这个酒啊 看似管用 但是要注意 里边要不是乙醇 是甲醇 这个注意了 这个会要命了 注意 beware of methylated alcohol which is very poisonous and should never be added to drinking water beware of 是固定搭配 可以表示 当心 要小心 要注意 要提防 这个意思 要注意 这个加了甲醇化的这个酒精 就是这个酒精里面 还有甲醇的这个东西 是怎么样呢 后面加定义丛具 wish到具梦是定义丛具 这个是剧毒的 非常有毒的东西 并且暗暗的还是在定义丛具里面 还是主意 还是这个 还有甲醇的这种酒精 就绝对呢 不能够把它添加到饮用水里面来 这个我们重点注意一下这个beware这个词 beware是个形容词 它表示当心 或者注意 或小心 或提防 注意它的用法 use only in the infinitive and imperative 仅用于动词不定式 或者用在歧视剧里面 这个别乱用 叫beware 什么呢 use to warn someone to be careful because something is dangerous 这个东西被用来警告某人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某个东西危险 就当心 要注意 要提防 它一般用在动词不定式 或用在70句 短文中呢 用在70句 但注意搭配 一定在后面叫off 这固定用法 beware 如果不叫off 就没法用了 一定是beware of something 或beware of doing something 都行 我们先看在用在动词不定式里面 motorists have been warned to beware of icy roads motorists 就是骑摩托车的人 要注意了 他被警告怎么样呢 要当心注意 街兵的路面 这时候开车 在这个地方 骑摩托车恐怕容易出事 当心注意 这是用在动词不定式 to 放动词不定式 to 再不说 beware of saying anything that might reveal where you live 用在70句里面 要当心 不要说出任何有可能暴露你住在哪里的信息 注意 不要说 beware of 固定搭配 本分中用在70句 也是正确的 不要 要当心注意 含有甲醇的酒精 这个绝对不能夹到饮用水里面去 否则的话 这恐怕人要死掉了 中国很多人喝酒中毒的 也是添加了工业里面含有甲醇的酒精 好 这是第五段 我们看到这里